嗨 大家好 我是甘 我是女明星 歡迎收看尷尬女明星 好 我想 欸 你知道我們以前聊天最喜歡問的是 欸你是什麼星座的 對 就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人 然後就會想猜他 欸他是什麼星座 就可以先從星座大概去猜一下 這個人可能會是什麼個性 對 因為星座算是一個大數據嘛 那你猜 你覺得我這麼甘 我是什麼星座 就是讓你很容易據點的星座 很容易據點 其實我第一個會想到水平 但先說這都是刻板印象 對對對 我們現在講到都是我們自己 對 然後在生活上遇到的人的感覺 絕對不是不代表全部的立場 但我第一次就是前幾次跟你相處 就是剛認識你的時候 就有感覺的出來 就是我就可以猜得到你是處女座 怎麼這麼 為什麼 因為龜毛嗎還是 其實有一點龜毛 然後對小 就是對一些小事情會比較 吹毛求疵 然後對吹毛求疵 然後就會 一直困在那邊 然後開始碎碎念 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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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這就是蠻處 我認識的處女座很多都這樣 對啊 你們身邊有處女座的朋友 也是很愛碎碎念的嘛 但是我的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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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 但是对就没猜中 我不知道有没有猜中 我一开始想的好像是射手座吧 嗯对 但没有猜中 对 但我觉得我没有很像那个星座啦 对就是大家认识我 然后就是请大家猜我星座 其实很少人第一个时间猜得出来 大家可以猜猜看什么 这个星座呢 刻板印象是 比较想比较多 然后会记仇 对记仇 然后爱恨分明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像处影座也是爱记仇 但是不一定会报复 但是听说贵星座就是 是会报复的 处影座的记仇都是记好几年 对我们有自己的账本啦 好几个月好几年的那种 对然后有发生什么事 我再把那个账本拿出来翻 就是会跟他说 你哪一天做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那如果说 如果那你对你这个星座喜欢吗 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个星座耶 真的为什么 因为爱记仇吗 不是第一个就是因为 大家对这个星座 就是基本上就有刻板印象 所以一旦我跟人家说 我是天蠍座 然后他们就会说 那你那你就是可能 就是先会往负面的方向去想 不会大家都会说 真的假的我觉得你不像耶 你看起来超活泼的 但我就会很开心 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 没有但我觉得他们就一开始就会先往这边去想 我们就先把这些刻板印象套在你的身上 但其实明明就可能不是这样 对啦对啦其实星座并不是 只是一个初阶认识一个人 对 对的想法而已 那如果说你可以想换一个星座 你会想要哪个星座 我会想要换 狮子座 哦 可是其实你蛮已经算是很活泼 不需要对 我已经很像狮子座 对啊 你是宇宙最美女星 但因为我觉得狮子座可以 嗯 他比较不会对别人的意见很敏感或是想太多 然后就是自己往心里去弄得自己很不舒服或是很难过很走心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其实天蝎座对你来说其实还是有点像 就是对于细腻心思细腻这部分 会有点想太多 对就这个我没有很喜欢 对 那你呢如果你想就是你可以选一个星座你会比较想要什么星座 我自己的话就是水瓶座 因为我觉得水瓶座就是根本不把别人的话就不会听进去 我不是不是批评我觉得是很好就是就是很做自己 对啦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星座其实就是做自己 对其实真的就是做自己就好 星座就只是一追一开始的刻板印象 没错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就是把你想要表现的样子 对然后做到你真的 然后不要被别人影响这样是最好的 对这样这样就好了 对最后 我们来唱这首 对一首歌曲来表达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应该 为爱付出疯狂 为梦受一点伤 为保护我的信仰 变得更坚强 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留言或想听我们尬聊的请欢迎留言在下方 然后如果觉得不错就欢迎按赞哦 好大家下次下次见 对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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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观看 先